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刘大美 结婚为什么要叫入洞房呢? 你们知道吗? 让我来告诉你们吧 相传在原始社会时期 男原始人看上了女原始人 那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没有媒婆更没有月老 她只能用木棍把对方打晕 然后背到自己的山洞里面去 这就是最早的入洞房 所以呢,结婚的婚字是一个女的被打婚了 那个时候不用加好友,也不用搭讪 更不用约会和告白 一棍子打婚就带回去了 当然了,如果现在你看上了某位女生 千万不要去把人家打婚 那肯定是会被呆进去的 刚刚我讲的那是野史 现在给你们讲一下正史 据说在三皇五帝时期 先祖皇帝为了制止原始制度 遗留下来的群婚和抢婚的恶习 便开始了微服私访 她偶然间发现一家人住在三个洞穴里 为了防止野兽的侵袭啊 他们用石头围起了一堵围墙 还开了一个人可以进出的门 于是呢,她灵机一动 并想到了制止群婚的方法 那就是只要一男一女成为夫妻 就举行仪式 然后再把他们送入事先准备好的洞穴中 也就是洞房 同样呢,给他们盖个围墙 开一个门 入洞房的女子还必须把头发打一个结 这样别人一看,哦,原来她是已婚妇女 如果有谁再来抢的话 那就是违反了部落的法规 是要被关到小黑屋里的 从此呢,便有了入洞房这样一个说法 慢慢的入洞房变成了现在结婚的一种代名词 所以说,你知道了吗?